我以前的薪水都給你管 然后最后也给人一千万 我都没讲话了 然后你现在指责我没给孝亲费 外科医师洪浩云把家务事搬上台面 亲上节目为自己拒敷孝亲费的事件说分明 甚至跟爸爸起争执 闹到派出所他也照说不误 他们进来了 我说我要去睡觉啦 那我就进去 然后我爸就进来 要跟我谈这件事情 我说没什么好谈的啊 然后他就把我拖出去 不改大炮个性 自爆父亲冲到他家 不但勒住他的脖子 还横甩他巴掌 甚至把已经入睡的孙子 叫起来看大人打架 最后还不忘剖出受伤照片 证明所言不假 其实洪浩云虽然身份是外科医生 但在不少节目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似乎如他所说 把名嘴跟名医的身份兼顾得很好 但他还真的管很宽 从九把刀劈腿事件 当时洪浩云就痛劈对方 如今被打脸 前阵子的美女名医外遇事件 洪浩云也跳出来大喊愤慨 就连嘉义因为车祸瘫痪的小女童 循循的妈妈也被他点名 说他把自己女儿搞成瘫痪 还能拿慈禧妈妈奖 印发网友论战 最后洪医师颇问道歉 像他当初说的就是要谨言慎行 而不是制造一些风向球 去打压你不喜欢的人士 洪浩云大谈医疗乱象 评论社会时事的尖锐说法 在网友间其实争议就颇多 如今又加上桃色风波 对于自己成了名医风流史的主角 不知道他又会有怎样的评论 记者和国文张醒 嘉义报道 中天电视全身制作强挡大戏 美好年代